那我覺得我上這堂課最大的感想就是 很有趣 但是又可以學到東西 就尤其老師上課的方式我很喜歡 就是他會先講理論 然後理論的東西講完之後再帶我們看文本看例子 然後又可以跟生活上的東西做結合 比如說我們可以就是透過子顏的理論 就學習到老師講的理論 或者是老師有時候會帶我們 帶我們討論一些就是教育現場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我的感想就是覺得 好像是可以輕輕鬆鬆然後愉愉快快 但是又可以學到很多很有用很受用的知識這樣子 謝謝老師